大家好,我是三喵啊 这个好久没做见书的节目 今天聊聊这本书叫我在上海开出租 不是说三喵在上海开出租啊 我要是在自己要是开出租 你也能敢做不是 这是一个在上海开网约车的这个司机 就零零碎碎的记录下来的很多蒙太奇的碎片啊 那么这个编辑老师也是极力的推荐这本书 然后这本书我也看了啊 也是跟我平常讲的很多很多的历史 完全的不一样的这种调调 对吧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历史也好 你做人也好 做什么事情也好 本质 就是我们这些事情都绕不开这个东西叫人性 humanity 就是你的这个人性是什么 不管是历史还是这个出租车司机 还是平常日常的很多对谈啊 就是人性这个东西它不会直接的给到你 它是什么 但是它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暗示你 它就在那里 它会展现出怎样的面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觉得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位这位老师啊 他写的这本书可能要比这个很多研究历史尤其是一些宏大叙事的那些人也做的很多很多的历史的那种东西可能更贴近这种人性的本质 因为在宏大的叙事当中这种人性的很多东西就会被扭曲到啊 那么时代的一粒山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这个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叫巴巡老人啊 那么他在一个医院附近接到了一个台湾这边的老人 因为那个老人管这个叫计程车嘛 让他去带去浦东机场去 然后一看说他是河南人河南老乡啊 然后就这个台湾的老人老家是河南的 那么大家可以猜一猜他到底是怎么到台湾的 那难道不就是在那种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中 很多人总以为是什么秋风扫落叶 这样的这种情况当中啊 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吧 对吧 他生在一个战乱的年代 抗战时期父亲被日本人抓走不知所终啊 那么可能我猜是1944年的玉香桂会战吧 后来十岁的他跟着母亲和哥哥逃难出来 走到郑州啊 对啊 日本已经投降 然后接下来就是内战 城里物资短缺没吃的人们只好吃鱼树皮 后来把鱼树皮也吃的精光 对吧 当时城里只要看到没有皮的树一定是鱼树 但人总得吃东西怎么办 只好注意啊 脱掉裤子光着屁股到城外挖野菜冲击 为什么要脱掉裤子光着屁股呢 因为一看就是小孩子不会被误认为是当兵的逃兵而抓起来 那个时候这个抓壮丁啊 我就不说哪一边了啊 那么五六十岁的老头和十多岁的孩子都没有放过 他跟哥哥那个时候年纪小啊 尚不能分辨军队的善与恶正义 一打仗他们就感觉天塌了 军队之间的交火令他们非常害怕 母亲出不了城劝他们到安全的地方去 后来他跟着哥哥逃了出去 于山蓝里的走过很多地方辗转到了上海 最后阴差阳错被赶到船上 这应该是1949年1月之前的事情了 流落到台湾兄弟俩 自从以母亲在郑州分别之后 就再也没有相近过 如今他也已经白发苍苍 你看这就是在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中的一个小人物啊 那么他可能不是这个 在战争当中作为军人去怎么怎么着 但是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时代的伊丽莎落在个人头上 所以说这个就能够更加的体现这种人性啊 这样的一些东西 其实你要说起来出租车司机 对吧 他是见过很多很多的这种人 不像三苗天天就就见那么几只猫 也就这样 或者说对于很多历史上的人是加以推措 但是出租车司机他记下来的很多很多的这种东西 那都是直接的 很直给的啊 就是人啊 我们在历史当中很多时候会有一种倾向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人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他到底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我们总是当你离一个人很远的时候啊 当你离一个人很远的时候 你会把这个人设想成一个理性人的模型 对吧 他做一切都是有道理的 他做一切可能都是经过考虑的 因为历史会过滤掉很多的凡夫俗子 当然这些凡夫俗子 就是您说的凡夫俗子 在历史当中是绝大绝大多数的这些人 历史会把他们这些行迹都给过滤掉 留的都是那种可能一言一行会决定很多人命运的这种人 但是日常生活就是有很多像这种可能在历史上留不下名字的这些人来组成的 那么这些人做很多事情所凭借的这个东西并不是理性 可能很多就是一些冲动 那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人性的负载 你比如说这里面作者说他被投资过一次 在赵家帮路上来一个小伙子 东北人 那这里没有提示东北人的意思 他说大哥那啥 问你个事 你知道哪有那种服务不 想必是想要在上海这个地方找小姐 对不对 那么他瞬间明白了 不过虽然我是个老司机 可不是那种老司机 那么这个就找小姐 那么这个作者还是有点节操 不好意思啊 两仔不晓得那两个人不依不饶 不是出租车司机都知道的吗 对吧 然后我说肯定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 对吧 刚才你们来的那个师傅不也不知道吗 然后其中一个说你们不要怕 只管带我们去 我们外地的不会投诉 你放心好了 然后就是这个司机就坚决不去 然后说你们干嘛要投诉我呢 有没有搞错啊 讲讲道理好不好 你们要去一个你不知道在哪 我也不知道在哪的地方 你让我去哪 还要投诉我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互相扯皮 到了后来这个司机被这两个东北小子给投诉了 对吧 投诉的原因是什么呢 公司业务部的电话被要求说明当时的情况 我说是那个乘客要找小姐 他以前在交通路找过 所以让我带他去看一看 后来没找到才回的酒店 然后这个公司服务部说实话实说 我说每一个字都是实话对吧 所以你看这就是凡夫俗子他的一些这种生活 所以说这个很多人有人说你看了那么多书 为什么可能过不好自己的一生 那可能很多很多的道理都是鉴于这种理性人假设 但是其实很多人他不是理性的 你看这个刚才那不就是金虫上脑吗 对吧 或者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 还有很多人做事情 原因是什么 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原因 你说是奇葩吗 或者怎么着 总之这本书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蒙太奇事的东西 就记载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当事人 你可以说他们固执 他们愚蠢 他们痴情 包括那种失恋的女孩 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些 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 就是人啊 他不都是理性的 很多时候人就是一个冲动去做了很多的决定 然后把这个决定 我们且不说这个决定会不会影响他的一生 但是这个决定 那么出租车司机有可能是见证了这样的很多的决定 然后把它给记录下来 那么这样的人性比大历史当中宏大叙事 其实要更真实的多 所以这种东西至少在我看来啊 就是比这种什么宏大的这种叙事 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讲 要有价值的多 也好读的多 那么也希望这样的这种写作以后能够多一点 就是那种非虚构的去记录市井生活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本书也是挺不错的 那么就推荐给大家 那么好 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